大家好 我是陈寗 前阵子有拍一支影片 就是说我们的助理 他要焦虑症了 然后下面就有人就是留言说 陈寗你既然开沙龙 应该要请一个咖啡师 而不是请助理帮你做任何事情 你家的助理为什么什么事都要做 他又要倒垃圾 又要剪影片 又要做这个做那个 首先我们必须澄清一下 我的助理并不只有一个 我们其中一个助理 不小心把闪打开了 而且还弄坏他 就是发生这样的意外 其实我助理不只有一个 而且我的助理还有助理的助理 而且还是个小正妹喔 那所以呢 那个时候我请我的助理做什么事情 不是他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 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但是我没有那么压榨人家好不好 就是我他 就是我会找适合的人做适合的事情 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助理 超会洗杯子的 所以他就是我们的洗杯子大使 那像我们有一个助理 他力气非常大 他可以把A75拿在手上翻转 就是像是那个 以前古代人家那个猛将 可以再丢死锁 就是死锁丢到右手 再右手丢到左手 他就像那样子 所以他就是我们的这个重物特使之类的 所以 所以不是说一个人做那么多事情 那我们这个助理A 为什么是他负责这咖啡的 其实当初他投履历的时候 我就讲嘛 就是那个我命中注定的人 他就是那时候想要做这个音响沙龙 他就来投履历了 他履历上面写了很多关于他影视相关的 他就是读那个哼哼大学的 广电系的那个 但是我第一眼瞄到的是他的那个咖啡店履历 他是咖啡店副店长 然后他来面试的时候 他也让我看 是面试那天吗 管他 反正他就有让我看他做的那个咖啡奶泡 所以 我对他信心满满的 现在还是信心满满的 所以要开这沙龙的时候 刚好 其实应该说 他那时候不应该会有这个教育的情况 可是 刚好在那个时候 就我们沙龙开始准备 然后也在弄这咖啡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意外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 影片的剪接师 他病倒了 送医院了 然后他送医院的原因 是因为他吃了太多的水果 所以在各种不可思议与 无法理解的情况下 他就挑起了这个剪影片的重则大任 那剪影片这件事情 其实本来就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 之前我们会焦虑的 其实我焦虑我太太焦虑 就是因为以前这些事情 都我们自己做 那你看 我要做的事情很多 又要拍影片 然后我太太要剪影片 然后还有公司的影运 然后还有音响的出货 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所以 这个做这事情很累是真的 那那个时候他同时要剪影片 然后他就一边觉得说 我这个影片没剪完 那咖啡也没有进展 然后什么事情都没有进展 那眼看着沙龙已经完成了 鹦鹉螺也进去了 然后他就越来越焦虑 越来越焦虑 我近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看他 我都觉得他就没有笑容了 我以前他每天都笑咪咪的来 就结果现在他都不笑了 我一开始吓一跳 我以为是因为我呛他的关系 呛到他生气了 所以我就战战兢兢的 战畏畏的悄悄的问他 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呛你 所以让你 让你觉得心情不舒服 如果是这样 你一定要跟我说 我会减少这个呛你的力道 因为其实 其实以前 我呛他也不是呛他什么 就是比如说他那个注音打错 我就会在旁边 哈哈哈哈 你国文到底考几分之类的 但是原本他不会有这个 这个不爽 可是因为我们的助理 比尔是一个重炮组 就是他会在我呛他的同时 跟在旁边一直 另外在旁边指着他 就是说 我比如说像 你看你打翻牛奶了 然后我们的助理逼也就在旁边说 你看你看 你又打翻牛奶 你看你看 那我就想 会不会是我们连续两个礼拜 这样子对他让他生气 结果他就跟我说 不是 他不会 他不会为了这种事情生气 他觉得 他觉得 他很享受吗 他有这么爱吗 我不知道 反正 总而言之 他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不高兴 他是觉得 就是他这几个礼拜 都没有做什么事情 就是一直剪影片 一直剪影片 但是咖啡那些该做的事情 他都没有做 觉得自己 自己没有贡献 当下我真的痛哭流涕 就是 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就是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 但是呢 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 我觉得不对 我们应该要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跟他说 不行 你这个 你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不能把这件事情 当成是你一个人的责任的 举例来说 像这咖啡豆一直选不好 那是我的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人家的咖啡豆的选择 人家就用到这个 这个一磅1300的 他已经很满意了 一磅1300人家很满意 可是我不满意 那我不满意 这不是你的问题 那是我跟咖啡豆的 这个烘焙师的问题嘛 那你干嘛把这责任 背在你身上呢 而且我也跟人家讲好了 就是 他会帮我想 想出可以比现在 目前这个豆子 更好的豆子 那这不干你的事 等到豆子来了再想就好啦 所以 你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你最需要的是 解决你这个影片的工作 一直卡住你的这个问题嘛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了 我的这个人生小故事 其实这中间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 我其实大概在两个礼拜前 三个礼拜前吧 跟他说 叫他要找一个他的助理 就是助理的助理之类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很多他做的事情 其实过于琐碎啦 比如说像 以前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要负责丢垃圾啊什么的 可是 这些事情目前都有其他人做了 所以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之后 他就变成会去做一些 像是影片管理的事情 那刚刚有讲嘛 就是影片的剪接师 因为病倒了 所以 所以这段时间 他都是负责剪影片 那我就跟他说 第一个 我会再找另外一个 剪影片的人 在接替这个 在这个剪影片的这位 剪接师的回来之前呢 就是可以帮忙他继续剪影片 那其实我们影片的需求量很大 你看我们为了剪低我们自己的焦虑 我们来取消日跟这件事情 但是依然还是 你每周要有四支影片跟三支 Podcast的PV嘛 所以 其实这影片需求量还是蛮大的 那我就跟他说 那 你第一个是我们帮你找一个人 可是呢 找一个人来之后 并不代表你就从影片脱离 你又还有一个人要帮你省这些 从剪接师回来的影片嘛 所以 你必须要找一个助理 结果呢 没想到这个助理的事情呢 又给他带来新的困扰 因为他原本找的那个助理 他就是 就是很不确定嘛 那我每天都问他 我每天都问他 结果问他呢 本来是想说 赶快找一个人来帮他解忧 像解忧百货店 这不相干 但是呢 就是找一个人来帮他解忧嘛 结果呢 这个人没有来帮他 还没来帮他解忧 我已经造成他的忧虑了 那我就检讨我自己 这不对 所以我应该换个方式 我说你自己找 找任何人都可以 哪怕他只来帮你一个月都行 你不要担心 这个呢 你首先第一个 这个其他的事情 那不是你的问题 第二个呢 你应该要分这个轻重缓急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我的小故事 就是在 我们在助理A来之前 其实 我们的几乎所有工作呢 都是我跟我太太两个人做 那当然有一些事情 是外包出去的 可是呢 大部分的事情还是我们两个人做 所以那段时间为什么会焦虑 因为每天呢 事情都做不完 每天都是十点才回家吃晚餐 那十点回家吃晚餐 然后隔天早上又起来做 那就很累 那再来就是 每天呢 又是拍影片 我太太追着我跟我说要拍影片 可是我不想拍 因为我音响都没有出货 已经累积了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没有出货了 那如果说那是缺掉也就算 但是你因为我没有空去试听那些机器导致不能出货 这是不对的啊 可是呢 我太太说的也有道理啊 就是那你没有影片这也不对啊 那于是呢 我们两个就为了这个事情 就很不高兴 要过得不开心 然后看着公司呢 有成长有起步 但是呢 却无法增加我们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产出 我们也觉得很焦虑 那那个时候呢 去看医生 医生跟我说你应该请个助理 然后呢 我的学长啊 就是那个会计师学长 他也跟我说 陈寗你应该请个助理 然后我的一些好朋友啊 就是他们都是公社老板什么的 也都跟我说 陈寗你应该请助理 然后还跑来呢 跟我常聊了一个下午 然后跟我分享他请员工的心路历程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找了助理 那我们把事情都交给他做 我们从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把我们原本呢 觉得很琐碎的事情 交给专门的人做 那我们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 所以后来呢 我们有一个很大跨步的 就是我们有能力 有这余力呢 再去开一个音响沙龙 然后让大家来这里喝咖啡听音响 即使沙龙就在咖啡店里没有鹦鹉螺 那个事情更琐碎 可是我们现在就有这余力去做这事情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专门的人 去做专门的事情嘛 就好像在更之前 我也曾经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家的那个 LG 为什么我对这个洗衣机呢 非常非常的不开心 就是因为他坏了 我会花钱修他 可是问题是修不好 那师傅很静着 我比如说他真的很静着 他花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来debug 可是那台洗衣机呢 就是修不好就是修不好 所以最后呢 他虽然是一台洗脱轰 但是他现在只剩洗脱的功能没有轰 那当时呢 为了这件事情 我非常不开心 因为我觉得很不爽 就是为什么这洗脱轰 当时我就说不要买LG 那买了现在好了吧 你烘衣机修不好 然后又浪费了一个礼拜在那边修烘衣机 那要买一台烘衣机嘛 又说什么 一定要把这个洗衣间整理出来 烘衣机放洗衣间里面 就不能放其他的地方 那后来呢 就为了这件事情跟我太太不高兴 就是说什么 我说你烘衣机放外面就好 他说你只要把洗衣间整理好 你就会把烘衣机放进去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烘衣机放外面呢 那你放外面 你到头来不是还是要整理吗 那你整理那个里面需要花很多时间吗 我们两个人一起整理 不就是半天而已吗 那你半天不要做其他的事情 你去晾衣服啊 干嘛 那些事情全部凑在一起 把那洗衣间整理好 把烘衣机放进去 不解决了吗 我想也对 我确实是 是想错了 我一直把这几年困在这个杂物里面 就是什么晾衣服 事情没做完里面 但是就没想过 花个半天的时间 把烘衣机的空间整理出来 收拾出来 然后把烘衣机放进去 然后再为这件事情发愁 这是何必呢 所以我就把这事情跟我的助理A分享 就是你看我当初也遇到这情况 所以后来怎么解决 就是花了半天的时间 把这个洗衣间里面的杂热屋 垃圾扔了 然后衣服都不要洗 就把那个地方 把他空出来 然后把烘衣机给买了 然后让那个家电行长把烘衣机给装了 诶 果然 只花不到一天的时间 我们烘衣机就装好了 然后后面的衣服就很顺 洗了轰 洗了 轰 洗了 轰 轰 睡觉前十点的时候跟他说的 然后我跟他说 你就想找任何一个 哪怕他只能来帮你一个月也好 就请他来 然后来了之后 他想转阵子 就转阵子 但是 至少从明天后天开始 他就可以帮你 处理这些琐碎的事情 那你就可以去做 其他你想要做的事情了 然后他就想 对耶 后来我只能说他真的很棒 他非常有效率 他只花了 一个我洗澡的时间 我洗澡前 传讯息跟他讲的这件事情 然后他说好 洗澡后 他跟我说他约了人 明天要来面试 惊呆我了 结果 隔天就来面试了 然后 也很顺利的 把这事情完成了 然后我看也OK 我太太看也OK 然后就跟他讲隔天了 他就可以上工了 他担忧了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都让我看那个脸 我有时候想 你是龙武吗 龙武 你笑一下吗 龙武 你笑起来好难看 龙武 但是他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他就忧郁了两个礼拜 结果 就现在搞定了 所以明天开始 他就开心了 有个这个 他的助理的助理 我们今天还为了这件事情 其实在那边研讨一下 就是要如何去跟我们其他外包伙伴的说明这件事情 因为当初我们助理A来的时候 寄了一封信告诉大家说 你好我是陈寗的助理 以后这些事情由我负责 那现在这个新的助理来了 他就要写信跟大家说 各位好 我是陈寗的助理的助理 从今天开始这些事情由我负责 嘿嘿 感觉蛮好玩的 但总而言之看到他笑容了 他今天开心的吃了一个午餐 然后留了一堆小黄瓜不吃 我跟他说你这样子雷公会打你 他说没关系我已经被打很多次了 反正他不吃小黄瓜 居然还有比我挑食的人不吃小黄瓜 反正就是这样子啦 总而言之呢 跟大家分享这个过程 其实有的时候你很焦虑的时候 应该要 就是跟那个叶问说的一样 切他中路 没错就是切他中路 那把这个事情的核心找出来解决了 再去烦恼其他的事情 会比较好一些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啦 其实这影片根本 这支Podcast 根本是录给我们助理听的 但是就是这样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